《理財分半鐘》 《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榮 有些聽眾 在自己本身正職之外 再做些小生意 來賺取一些額外的收入 有些和生意有關的開銷 都可以全部放在Schedule C上 來減低生意的收入和稅行 如果生意有虧蝕 還可以在1040報稅表上 用那些虧蝕去減低要給稅的普通收入 但是國稅局對做小生意扣稅 是有一定的規則 不符合規則 稅局就會認為你不是真正做生意 只不過是一種嗜好 hobby 嗜好的開銷只能夠減低 或者抵消嗜好所賺到的收入 不可以用那個虧蝕來減低普通的入息 怎樣可以符合做生意而不是嗜好呢 最普通的測試就是生意在五年裡 最少有三年是有利潤的 並且這三年的利潤金額 是不可以和其他年份虧蝕的金額相差太遠 假如不符合這兩項要求 稅局就有可能要求你提出其他證據 來證明你是做生意不是嗜好 證據可以包括做生意的經營手法 所花的時間和精力 有沒有全盤生意的計劃 有沒有生意獨立的戶口 保險或者牌照等等 有沒有試過做市場研究 或者採取實際的措施去改善生意上盈利的情況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下次再見